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崭新观点 看大陆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崭新观点 看大陆 时间是7点33分到20秒 这是Coco早餐 礼拜四的单元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也很高兴地请到的 这位特别来宾 他平常很少在台湾 多班他的工作的地盘 都在大陆 东森新闻大陆采访中心的主任 也是一个帅哥 杨昭 余光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早 大家不要怀疑他在现场 很早起床 所以记者就是这样 班燕森跟Paul新闻也要到处 有点辛苦了 这么早上节目 谢谢你 非常谢谢 我们非常希望你的第一手的 观察跟采访 特别是你昨天才从大陆回来 前几天 平常你是派到大陆去 就说两个月就回来一次 这是因为我们双方的规定 对 目前因为没有常住 所以就是住京 住大陆的记者 去一次就两个月 三个月不等 然后在台湾停留一段时间再去 所以你大陆新闻采访已经好久好久了 12年了吧 那最精彩的一次采访 不会是现在这个薄熙来时间吧 很多啊 就是回想起来真的很多 那以后我们要剥削你 常告诉我们 没有问题 可是薄熙来案你也在现场 对 我也在现场去采访 很苦啊 主要就是熬时间 主要熬时间 然后你又进不去 你只能在门口 然后接受二手资讯 就是他们什么微博把讯息透露出来 就这样 你们去本来说是两天嘛 对不对 对 本来两天 后来弄了个五天 你们之前有预期会延长到五天吗 没有预期 因为其实大陆官方都没有预期 他们可能认定就是说薄熙来应该会 我现在轻判你 然后逼你认罪 所以他们预期两天就搞定 就三个罪嘛 贪污腐败 还有这个贪污受贿 还有就是这个滥用职权 他们认为两天应该就很快 薄熙来就会认罪 可没想到薄熙来决地大反攻 就是完全都推翻了他的罪行 所以整个的庭审就拉长 拉了足足五天 这其实是我个人看薄熙来算是胜利 整个的大陆的官方 他们尤其是主审的这一块 被薄熙来牵着走 OK 这个决定大反攻的这个也有人 本来以为是照着剧本走 那他没有照着剧本走的时候 外界的怀疑是说 那他怎么因为济南的中等法院 你会觉得他有完全的司法独立吗 所以他当他不是照着剧本走的时候 很多人就奇怪 为什么还可以继续走 不是临时喊咖或是说其他的原因 所以从某种程度看 这次的司法审判 也有人说在大陆的司法的这种 这个脚步 或说司法的本质上面 也有某种进步的触及 你的看法呢 与其说进步倒不如说 他其实不是一个司法审判 他其实算是一个政治审判 然后他的要害 他的重点不在于就是贪污受贿 而是在于说 他其实是影响到这个夺权 就是之前在北京夺权的这一块 那北京之所以办他 是因为他可能会动摇到 现在的这个领导人的位置 所以呢 为了要稳固现在领导人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他必须要办他 必须要把薄熙来给拉下来 那至于这些罪 对于薄熙来来讲 他当然不认罪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近是 接近他采访过他这个人 知道就是薄熙来这个人 是一个爱好权利 胜过金钱的人 他不会那么喜欢金钱 但是他说 他太太拿了钱这些 有一部分我相信是真的 就是说他其实不会去那么的 care 他太太拿那么多钱 他最care是他的权利 他能达到什么样的地步 所以他之所以全面的去翻 这个翻供 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 也的确是真的 也的确是事实 只是说现在大陆 现在对于他来讲 就是他全面的翻供 其实现在 我相信当局也是 这个 也是非常的 也非常无奈 然后就是说 他们可能要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最后办行之后怎样 你访问过薄熙来多少次 我访问过薄熙来大概有三次 有一次好像全台湾媒体 都到大连去访问他吗 还是你是在什么 最早是最早是十年前 大概十年前 我们到这个辽宁省去采访他 他当时是省长 省长 我们那时候就说 这么早 对我们那时候就说 因为他当年就有说 是大陆的小马哥 他真的很帅吗 长得不错 很英挺 然后机智很机智 我们说你是大陆的小马哥 他反而说 我不属马 我属牛 我是专门帮人民服务 都很会讲话 然后后来再一次接触他的时候 是三年前吧 三年前四年前 在两会的时候 北京两会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人很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呢 他两会的一个记者会 就重庆他的一个记者会 他的新闻官跑出来 找我们说 有没有港澳台媒体 他想要讲话 而且是跟港澳台 而且要透过港澳台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希望我们来讲一些 他想要讲的话 那比方说什么话 就是刚好那时候 我们就说我是台湾记者 他说好你谈计者太好了 来你来 你想要问什么问题 我本来想先问他是说 当时马英九在台湾 这边的执政 可能是有一些阻碍 或者是说有一些老百姓 对他有一些意见 你身为大陆的小马哥 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本来想说 针对台湾 这是一个好问题 没想到他的新闻官 听了就摇头 不要问这种问题 那我就要问什么问题 问比较尖锐一点 他叫我们主动问尖锐 我说尖锐那好 那就问 我说因为刚时准备 时期大了 准备要时期大 就问那好 那大家就说你 这个有点 功高震主的味道 就是说你一直想要 挤进中央这个政治局 然后你现在的 这个唱红打黑 是不是有功高震主 好就这个问题 可以再拉一点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薄熙来 他的新闻官 绝对不会是自己 去想这样子 绝对是他自己本人 就是这个薄熙来 所以你可以感觉得出 薄熙来这个人 臣服非常的深 会利用媒体 所以很多人说 如果他是一个 在有选票的 这个选出政治人物的地方 他一定当选 我觉得很有感 他很有个人魅力 他186公分 对非常高 非常阴挺 所以你说第三次 就是上一次 对上一次 上一次大概是 08年09年的时候 还没有发生 对那个时候 他其实位置 算是很高了 对然后呢 有机会 有可能就是在 这一次18大 可能会进 对 这个常委的一个候选人 所以他当时 积极的步险 OK 所以在看到 这一次在济南 看他这个工审的时候 你也没看到本人嘛 对不对 没有看到本人 他们都是坐着车子进去 坐着车子进去 但是在微博上面 只是出现照片 还有中央台 中央台有画面 有画面 据了解 中央台其实有拉三部 SNG车在里面 也就是说 其实我相信是有这个大陆高官 要全程 要看全程的东西 所以其实他们有把全程拍下来 送回去 是有人透过SNG看全程 对 这是合理的 对 那可是很多人对他的这个评价 是两极的 那但是在这五天当中 你们在外面采访 比方这么多记者 我看到那个照片 又是外国的 港澳台的 其实自己内地也有一些记者 对不对 内地很少 本地记者不可以 因为内地的记者 他们有规定 你们就抄新华社 看中央台的画面 对 他们不让他们去现场 那你们在那是拍那个电视画面 然后听二手消息 听那个什么吹风 对 其实刚开始是这样 刚开始没有人管我们 就是时间知道 对 刚开始是我们从北京知道 他22号要公审 所以我们就自己 因为不会理我们的 所以对 我们就下 我们准备自己下去 大家一起下去 但这个案子特别敏感 所以我们出发前几天 北京的公安 北京的国安 纷纷跟所有的境外媒体都联系 你们要不要去 我们大家都一口同意要去 也不错 对 后来他们就 他们其实现在对于媒体的处理 媒体的这种反应非常快 所以马上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小组 你台湾记者要去 他就请台办的人下去 你外国记者要下去 他的国务院新闻办 甚至外交部都派人下去 就平常跟媒体接触人都下去 然后干脆他把一栋大楼包下来 叫集华 对 叫集华这个酒店 把它包下来 你们媒体通通就在里面 你们大家都住那 对 其实外国媒体不爱住那 他们觉得好像被监视 OK 对 那我们就全部住在那里 然后包含新闻发布啊 什么都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季男呢 他就把这个东西好像是办奥运一样 天哪 三步一哨 五步一缸 然后这个酒店门口还放了这个S光的检验机 特别严 你的机器打开要看一下 你的打火机啊什么打开都要看一下 就生怕好像有人会破坏一样 那你们在那个外面在法院等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处理是怎样呢 后来听说因为怕你们那个很烦躁啊 这个没有办法打发时间 还带你们去游览啊 大明湖啊等等是真的吗 我个人觉得就是台办 台办系统这一块 尤其是季男这里的 对记者还真的是有点超无想象 就无微不至 你说北京国台办带你们到济南之后 就有济南的台办来接手 其实国台办只派一个官员下去 然后协助 那济南的这个官员呢 他是完全陪伴我们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 还送牛奶送娃娃 然后送娃娃你要解释清楚 小娃娃晚上送娃娃 他就送两个娃娃和牛奶摆在你的房间里面 晚上的时候 睡觉以前要安静 然后分两次送水果 然后三不五时就有人来问候说 吃的好吗睡的好吗 我有让我们觉得从来没遇过这个样的 你们发新闻呢 发新闻很方便 他的这个监管力度其实非常大非常快 他几乎是有人说了 就是从这个门 这门房的服务生呢 一直到柜台可能都是公安局的人 就算你不住那个集华那个酒店 其实也不行 因为也住不到 你一定恐怕也 必须要到那个住处 对对 而且他的这个开的记者会就在这个酒店里面 哦是他离那个法院多远 三百公尺吧 走一走就到了 那这个法院呢他就层层的为这个隔离啊 分两层隔离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那还真的是很严 不知道怎么进去 后来第一次进去之后发现OK 有意思的是他在庭审的当天 同个时间八点半左右 另外一波人在很远的地方是挺博的 哦 抗议的 给抗议的 他们举了这个毛泽东的像啊 然后说这个重庆致富啊 在远处在那边叫 在那边喊 其实让我们觉得就是说 其实在中国大陆这种样的事情也开始有了 就是有不同的声音 然后这些人呢是左派的 因为博先生来唱红打 所以左派的人出来来挺博 对这个其实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环境里面来讲 也很不容易有这种状况 对那如果采访这个薄熙来这个被审判的这个案子 这就是采访人生采访经验当中的又一次这个收获嘛 对不对 对让我又真的是开了眼了 恐怕未来十年二十年还有更多开眼的机会 不一定我们要进广告了 这个现场我们挺到的是东森新闻大陆采访中心主任杨昭 跟我们讲的好精彩哦 如临现场就是这一次薄熙来案的公审 我们的台湾的记者所采访的状况 等一会我们回来听听看其他的媒体是怎么说的 还有大陆一般怎么看待薄熙来案的现场 整个发展 很多人说像个爱情剧 还有一句笑话就是说王立军这个人 有没有 你有没有看到微博上一定有了吗 说他这个人生 意思就是说他找到了一个爱情 有没有 然后呢 他又这个完成了一次旅行 爱情是鼓开来 那旅行失去成都 对 好 立刻回来了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 闪新观点看大陆非常精彩哦 这个东森新闻的大陆采访中心的主任呢 这个杨昭啊 这个很帅哦 他这个 哇 你的这个新闻生涯在大陆跑新闻已经十几年 对不对 刚才讲的大家都觉得话 太精彩了吧 这个新闻 你怎么看薄熙来 嗯 他讲了一堆八卦 自己也戴绿帽子 然后呢 又有外遇等等 嗯 事实上 其实 他会不会是故意的 你这个 你怎么分析这个最后的 所弄出来的一个爱情肥皂剧 现在大陆网络 哇 这个传的这个 对 其实 大陆 就是他这一连串的公审 他从两 两天变成五天 就是因为他都不认罪 然后呢 讲了很多他家里的一些事情 所以有一些网友就很好笑说 原本以为是一个宫廷的 斗争剧 嗯 后来演变成为一个司法律政剧 嗯 可是也有人说 那他可能本来是一个英雄的悲剧 嗯 后来演变成一个家庭伦理的一个爆笑剧 所以 大陆网友很毒啊 是嘴巴很毒 所以他就讲了很多 就是说 其实你看了半天 他什么剧都不是 嗯 到最后呢 他就是一个闹剧 当然了 会讲这样子的 会说这样子的 其实基本上是 有政府的一些行为 然后来批判他 嗯 嗯 据我了解 大陆本来刚开始官方是不愿意直播这个东西 嗯 因为担心薄熙来真的在庭里面 就像刚刚 玉寇姐姐讲 他很有可能反咬高层啊 说是可能之前谁谁谁也拿了钱 或谁谁谁有那么多 嗯 大陆是最怕这个东西 他五天根本没讲出 共产党高官 或者是任何官员的乱权 他只否认 对 只否认自己的罪行 他没有讲出 他没有牵扯出 谁也拿了钱 或谁也这么做啊 为什么要关我 对 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本来中央担心是这样子 本来中央应该最担心是这个东西 OK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也怕老百姓 看着这个东西 发现你体制内的这个 贪腐问题这么的严重 嗯 所以呢 他对于他的贪 这个贪污和受贿呢 其实他的这个 你看他法院里面所提出东西 是有点避重就轻 嗯 没想到呢 这个薄熙来的也顺着 就刚好就讲了 原来是他家庭里面 出了很多人 我之所以打王立军 是因为王立军 跟他太太 跟谷开来可能有染 胡椒四七 对 然后呢 他嫉妒 他还说我烦死了 他说 对 他也承认自己有外遇 对 然后呢 这个谷开来带的儿子 到了英国 所以到了欧洲 才会想到说 他想要在那边买房 所以一切的一切 然后就说 这谷开来 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 多少男人为他请薪 王立军 还有这个海伍德 甚至徐明 都甘愿为他做 这么多多多事情 也就是这个女的 这么的有魅力 所以 被他冷落了 对 所以从头到尾 就认为就是说 哎 这真的是一个 家庭的一个伦理的事 而且最重要一点是 他们很多网友说 哎 你看薄熙来 这样子 这样子 犯了这么多的做 可是呢 他前妻 对他不尽前嫌 还说他是个 对 还说他是个好人 他前妻生的小孩 对他来讲 全程都在这个 法院里面 唐听 可是他最钟爱的小 小儿子 却是在美国躲着 不敢回来 然后前妻对他好 可是他这个 二期就是鼓开了 却说他说的 中间有放食品 所以他们很多很多的 这个问题 就讲说 你看看 还不如前妻 一朝康啊 这么的好 然后还不如之前的 儿子好 就是说这个 滥权贪腐 这个的核心问题 其实是没有怎么讨论到的 没有怎么讨论到 对 这个也是薄熙来厉害的地方 对 其实薄熙来也很希望 借由这个法庭来表达自己 然后看能不能 这个起死回生 败不复活 这个其实是薄熙来最厉害 我觉得共产党最厉害就是 他们能够利用 这个 这个眼前的这个局势 去把它转变成为 对自己有利的 这个是他们 这个斗争学里面 那你当年延安呢 毛先生 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薄熙来他 他的人生太大起大楼 他文化大革命啊 什么事没经过 他穿个白衬衫 坐在那里 对 不像个犯人一样 你们在现场的记者 看到那个他的照片 大家的感觉是什么 当他每一次 爆出八卦的时候 现场记者是怎么反应的 我们刚开始 最这么多人去 尤其外国记者 这么多人去 当然一方面是 他的位置非常的高 很有可能做大位的一个人 那第二个呢 就是大家想看 他到底变成什么样的 一个状态 是什么样一个糟老头 什么阶下球 对 或者说人已经胖了不行 像鼓开来出来的时候 吓死了 怎么之前一次 第一次出来的时候 整个跟气球一样 所以他们本来认为说 薄熙来是不是也是这样 变成一个糟老头 或者是胖得要死 或者非常的颓废 不是 他一出来说 对 他还是风度翩翩 然后呢 虽然说两病有点斑白 但我们知道 他们这种年纪都会染法 但他没有 所以一看 他居然还是没变 代表他在狱中这一年多 他其实对于自己的保养 或对自身的健康 他还是很重视 大陆人应该也是这种看法吧 背头你们的官员 看到了他 就是说 连我看那个 大概很多了 Financial Times 很多的国外记者 都很这个 惊讶于他的仪表 你知道 可见到他意志力很强 对 没错 因为其实我们看他的人就知道 他在文革的时候 为了自保 他可以把他爹 踹断两根肋骨 他爹还说 这是这个儿子最有出息 然后对 然后他还去坐了牢 为了这个事情坐了牢 但是呢 他还是可以从这样子 文革结束之后 一路的往上爬 你就知道这个人 他的毅力 还有他在这个 这个政治局里面 政治里面 他的判断 是非常精准的 对 所以最后这个 当 停讯结束之后 你们整个 你怎么总结这一次 全球的记者的这个采访 那 怎么观察下一步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 其实大家本来很高度 全球关注这个案子 以为他会有什么惊天爆料 或者是老共对他会 散开霹雳手段 但后来发现完全没有 然后反而是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他其实完全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然后引发出的 所有的这些种种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发现很多老外很失望 尤其外国媒体失望 很多当时第一时间 这么多的外国朋友 外国记者 第二天以后 后来慢慢就很多就离开了 就撤了 就撤了 就对这个案子 他们觉得蛮失望的了 到底他你认为 只有20秒的时间不够 你觉得他到底 有没有任何的 触媒的作用 有 其实基本上来讲 他其实对于未来 大陆的司法是有一个变革 像第二个案子 叫李天一这个案子 他就已经开始 跟这个没关 但是他们司法也开始直播 就是完全 就是老百姓微博上面 或者是网路上 来看司法 所以对大陆司法 是有一些改革 好谢谢 谢谢杨昭精彩的 在新宽田看大陆 我看电影 哪儿如果可以 是一 不愿意